巧了,曹寅一人兼任数职 苏州之灶兼江陵之灶兼两怀严正 想也知道,这曹寅在给皇上挣钱的同时 自己肯定也是捞的个盆满钵满 不但如此,以康熙皇帝南群赢家为名 还舔着脸的呀,跟户部国库借了好几百万两的银子 走进古迹讲故事,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亲圣祖康熙皇帝爱勋觉罗悬夜 在他六十八岁生日那天,他曾经感叹道 为朕,预及六十年,奏请庆贺行礼 亲为,氏族张皇帝因朕年幼时未经出斗 令保姆护士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成欢 此朕六十年来抱歉之处 康熙皇帝颇有感慨的和文物百官说 说你们看呢,这镇的登基已经六十年了 今天咱们在这儿啊,搞这个生日大party 镇幼年的时候,很小就被父皇啊 送出皇宫去避斗了 这避斗一词是清代皇宫特有的名词 朝廷怕未经出斗的皇帝和皇子 传染上天花病毒 在每年最有可能传染上天花的时节啊 就让皇帝皇子们远离人群出宫避斗 这皇帝离紫禁城不能远了啊 所以啊,皇帝只在南宫避斗 就是现在的中南海啊,北海的附近 那这皇子啊,就要远一些了 这皇子出宫避斗是需要什么人来照顾起居生活呢 皇上刚才不是说了吗 令保姆护士于紫禁城外 没能在父母身边啊享受天伦之乐 皇上整个的幼年时期啊,都是跟保姆过的 要说这皇帝的保姆啊,可不是一个人 看妈哄妈奶妈,还有负责皇上启蒙教育的 这一个人也干不了啊 所以啊,就得有好几位 您就拿着康熙皇帝来说吧 她的奶妈,宝圣夫人的原亲 就离她的景陵不远 在马兰玉镇河东村的东北 宝圣夫人冠家世啊 是孝庄皇后亲自为康熙小皇帝挑选的保姆 在死后啊,也是享受了无限的荣光 不但自己有封号 自己的目的呢,也就在皇上的灵寝不远 还有一位啊,就是凤圣夫人朴氏 这朴氏就更了不起了 她不但啊,是顺治皇帝的保姆 后来呢,又抚育过康熙皇帝 侍奉过父孙两辈子皇帝的起居 您想啊,那身上的荣光还小得了吗 康熙啊,是每来一次凤圣夫人的坟前呢 都写一篇祭文 弄得现在凤圣夫人前边的祭文碑啊 有好几块 这满朝文武,有赫赫战功的王公大臣们 也得不到这种殊荣啊 再有一位呢,就是负责教这小皇帝康熙啊 大礼仪和满语的老师 这位老师啊,可不是上书房的师傅 是一位保姆 就是赫赫有名的苏玛拉姑 这苏玛拉姑是蒙古人 校召皇太后的陪嫁侍女 有着胡了天的电视剧里啊 说这苏玛拉姑跟康熙皇帝还有一段情愫 那简直是扯呀 因为这苏玛拉姑啊 比康熙皇帝整整大了四十岁 并且呀是两辈人 这苏玛拉姑啊和顺治皇帝是一辈人 是康熙皇帝的孤辈 苏玛拉姑啊虽然是个蒙古姑娘 但是啊是个福治心灵的人 随校庄文皇后出嫁圣经以后 不但精通满洲女红 而且啊精通满语 康熙皇帝幼年时的满语啊 就是苏的姑传授的 苏玛拉姑啊是清代中奴义谱的典型 所以在后宫当中啊地位极高 到了晚清的时候 宫里的宫女太监 包括嫔妃提起起她来啊 还尊称她为苏的姑 苏的姑死后 就埋在了尊化皇陵边上的南新城村 说到这儿啊 您也听出来了 今天咱们这期啊 是要聊康熙皇帝的保姆 不过呀 咱们今儿不聊这些有封号的 今儿咱们要说的是啊 一位有故事的保姆 谁呀 孙嬷嬷 这位孙嬷嬷 是内务府整白旗的包姨 虽然是汉人啊 但是她是汉旗 是上三旗的包姨奴司出身 她的丈夫啊 是曹喜 是个外任官 外任江宁之造 死后追风 公不上书 这曹喜的儿子呀 就是曹寅 这下您听着就越来越耳熟了吧 对喽 这孙氏啊 还有一个著名的虫孙子 谁呀 曹雪芹呢 在聊孙嬷嬷之前呢 我得跟您承认 我这期视频做的 就有点啊 自提自管的意思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前边啊 咱们聊东陵保姆元寝的时候 我就跟您介绍过 孙氏啊 做过康熙皇帝的保姆 我是压根就不信 因为啊 无论是查遍内务府当 还是宫廷当 上边都没写着呀 不过呢 阅读史料呢 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啊 就越来越多 后来啊 我也请教过 青史研究所的某位专家 得到的答复呢 是这些旁之细节呀 如果故事很少啊 我们就要去证实 证实这件事发生过没有 如果要是故事很多呢 我们就要去证伪 找出证据呀 证明这件事是不是假的 既然有这么多故事存在 又没有人拿出 可耗的证据来证伪 所以说呀 我们还是可以把这些故事 拿到台面上来讲的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证实的 有人说呀 这曹寅是康熙皇帝的 半读书童 不但呢 经常替康熙皇帝受过挨罚 而且呀 还和康熙一起 勤拿过敖拜 所以后来圣祖皇帝登基以后 就给自己这位发小小哥们啊 弄了一个顶肥顶肥 肥的流油的关圈干 就是江宁织造 兼两怀岩韵 这又是织造 又是岩呢 我都听见哗啦哗啦的银子响了 可是啊 这很有可能是错误的 据这个著名的红学家 周汝昌先生考证 曹寅的这个江宁织造 实际上啊 是继承了 他爹曹喜 死后的关圈 这曹喜啊 做江宁织造 可是早了 在康熙二年的时候 就做了江宁织造 上元县制 曹喜传 是这样记载的 丁寺 悟无两年 必见 臣江南立志 贝极祥凯 赐蟒服 加正一品 欲输 敬慎贬额 您瞧啊 这江宁织造局啊 实际上内设郎中 是正五品 您听了吗 这曹喜啊 可跟别人不一样 他呀 被皇上加封为正一品 并且呀 还赐了蟒服 这不用想都知道啊 这是因为 他媳妇是皇上的保姆 并且呀 这孙嬷嬷 把皇上肯定照顾的很好 曹喜死了以后啊 直到康熙三十一年 曹寅才做了苏州制造 兼江宁织造 康熙二十三年的春天 这曹喜呀 死在了江宁织造的镇上 有人说了 这曹喜既然死在江宁织造镇上 那他就没做过公布尚书啊 哎 这您就不明白了 这是朝廷赠予死了以后 大臣的虚荣 说白了就是啊 你虽然是个江宁织造的郎中 但是呢 死了以后 我给你个公布尚书的虚弦 你可以刻在自己的背上 以后光宗要祖用 不但如此 据玉书宣瑞唐记记载 康熙吉卯下四月 皇帝南巡回鸾 只必于江宁织造 臣曹寅之府 寅绍副官 实为亲臣侍臣 故奉其母孙氏朝夜 上见之色喜 且劳之曰 此五家老人也 赏赖甚厚 会亭中宣花开 随玉书宣瑞唐 三大字以刺 如果作者逢景 这段记载属实的话 那孙氏是康熙的保姆 这件事就坐实了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呀 康熙三十八年 康熙皇帝南巡回京的时候 就住在这 江宁织造 曹寅他们家 曹寅的这个官啊 是继承了他爸爸的官职 这种官啊 普通人做不得 因为他们呀 都是天子的家臣 晋臣 就在这个时候啊 曹寅的妈妈过来给皇帝请安了 这皇上一看 这孙氏一来呀 赶紧就站了起来迎上去 并且跟堂上所有人介绍说 这个是我妈呀 随后赠赏了孙嬷嬷 很多的真丸一宝 并且呀 还预别给曹寅家的客厅 写了堂名 叫宣瑞堂 所以说 有的时候 左证一多起来呀 这故事就不由得你不信 不过呢 这一问呢 也随之而来了 我想啊 您和我一样 都会问这样的两个问题 既然 康熙皇帝 如此尊重自己的这位保姆 那么 孙氏死后 为什么没授封 某某夫人 耳后陪葬皇陵呢 并且这皇族 如此厚看曹家 为什么 又会因为区区几百万两银子 雍正就抄了曹雪芹他们家呢 针对这些问题啊 我也做了一些分析 说的对不对呢 您啊 还是在评论区 帮我指正一下 首先说 孙氏的丈夫曹喜 官居一品 孙氏是一品告命夫人 按照中国传统观念来讲啊 七品富贵 母以子贵 因为 夫座高官 七寿封赏 这才是中国传统理念里的正理 所以说 在朝廷 在皇上心里啊 这一品告命夫人的荣光 远比是因为皇上的保姆 受封于某圣夫人要强得多 所以呢 越是皇帝和着曹家关系密切 对曹家恩赏越重 这孙氏就不可能单独受封 那对呀 这皇族对曹氏这么好 那为什么后来又抄家了呢 说到这一点啊 就和一个人分不开了 一位皇子 就是这康熙皇帝的皇九子印堂 对 就是被雍正皇帝改了名字 叫塞斯黑的九爷 这条线索呀 还是前一阵子 咱们做内务府那几集的时候 我得来的心得 就连电视剧雍正王朝里 都曾经提到过 这九爷呀 是八爷党的钱袋子 那么怎么这九爷就那么的有钱呢 因为这允堂啊 是皇帝认可的皇上 是皇帝专门派出去 给内庭赚钱的角色 那么允堂这位皇商 是靠什么来赚钱的呢 和其他的皇商不同 允堂的财力呀 不来源于关外的金矿 和深容贸易 也不插手云贵的铜矿 而是财力来源于江南 那江南就好理解了 江南有什么赚钱呢 丝绸出口贸易 和盐客的收入呗 那么要想从丝绸和盐 这两条道上挣钱呢 那必然离不开制造局 和两怀严正 巧了 曹寅呢 一人兼任数职 苏州制造兼江宁制造 兼两怀严正 想也知道 这曹寅呢 在给皇上家挣钱的同时 自己肯定也是捞的个盆满钵满 不但如此呢 以康熙皇帝南群赢家为名 还舔着脸的呀 跟户部国库借了好几百万两的银子 康熙末年九子夺嫡 八爷党失败 四爷应真继位 就是雍正皇帝 曹寅允堂是一个劲的挣钱 可是到了内务府呢 一分钱拿不出来 其实啊 这原因也很简单 主管内务府的大臣呢 就是八爷允四 皇帝傻吗 雍正皇帝呀 这粘上毛比猴还精 扒了毛啊 猴都没他精 你们这帮小子是沆穴一气呀 阿琪娜 塞斯黑 是什么下场 我想您是肯定知道啊 剩下的就是轮到你曹家了 什么 曹寅死了 死了你后人还钱啊 还不上钱 那就只有一条道 偷家呗 得 这下子 把个大文人曹雪芹 弄了个无家可归 这事呢 就是这样 怕分析 您要是抓住了这边的理啊 您就往这边分析 您要是逮住了那边的理呢 您就往那边分析 等哪天呀 咱们要是再得到 这孙氏啊 不是康熙皇帝保姆的证据 咱们再把事啊 往回分析 不说不笑 不热闹 您说对不对呀 我是天天给您说书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您记准了啊 自要您长按点赞啊 咱们是明天准见 拜拜